曾经的柯文哲市长 彭震生副市长 陈志敏秘书长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很高兴与各位新老朋友相聚云端 共同参加2022年上海台北城市论坛 首先我代表上海市人民政府 向出席论坛的各位同仁 致以诚挚的问候 对台北市政府的精心组织 表示衷心的感谢 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 上海发展的台湾同胞和朋友们 表示诚挚的敬意 双城论坛是上海台北 携手合作的重要平台 也是两次交流互建的桥梁纽带 2010年以来 上海与台北轮流举办双城论坛 共同探讨民生关切 分享城市管理的经验 开展人文交流互动 取得了积极丰硕的成果 目前我们已经签署了 39项交流合作备忘录 涵盖了科技 教育 文化 医疗卫生 智能交通 青年交流等多个领域 特别是近两年来 面对严峻复杂的台海局势 和疫情形势 在双方的双方的共同努力下 两地人民的交往 交流交往未曾减弱 云端贺心村 灯会闹元宵 书画工艺连展 青年创业大赛等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活动 受到了两地民众的欢迎和肯定 这也充分说明 双层交流 变的是形式 不变的是初心 交流合作 融合发展 始终是两岸民众 共同的新生 本次论坛的主题 是任性 永续 人文 蕴含了两地人民 对未来城市建设的美好愿景 前不久召开的 上海市第十二次党代会 描绘了未来发展的 五年发展的蓝图 目标就是加快建设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际大都市 努力使世界影响力的能级 显著彰显 显著提升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征 充分彰显 国际大都市的风范 更具魅力 实现这个目标 我们将把推动高质量发展 创造高品质生活 实现高效能治理 作为最集中的工作导向 和最鲜明的奋斗指向 台北城市治理精细 生态环境移居 人文底蕴深厚 有许多值得上海学习的 先进理念和生动案例 我们期待与台北分享经验 加强合作 今天双方将围绕节能减碳 进行主题分享 并云签约 环球 循环经济 智慧交通 围棋运动 等方面的合作备忘录 我们相信 此次论坛必将进一步 加深彼此了解 凝聚更多的共识 争议 两地发展 两岸同胞 心之相细 情之相容 任何力量都切割不断 我们将秉持 两岸一家亲的理念 一如既往的为 台企来户 投资新业 创造良好的环境 为台胞在上海 学习 就业 创业 生活 提供更多的便利 我们也期待 两地同心同行 携手打拼 为双层谋发展 为同胞 谋福祉 为民族 创未来 刚才呢 柯市长在致辞当中 提到了两岸交流当中的 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 在过去 都曾经得到了 很好的解决 这些问题 也再次证明 两岸交流 离不开 共同的政治基础 在两岸关系 严峻复杂的条件下 我们两次 仍然坚持举办论坛 就是为了 不断地增进 两岸人民的相互理解 为改善两岸关系 累积善意 最后呢 祝本次双层论坛 取得圆满成功 祝柯文哲市长 和各位朋友 身体健康 工作胜利 生活愉快 谢谢大家